LiuLiu是Gi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u 請大家來看阿茲特克人隊上八代題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的是阿茲特克人 這個文明喔 算是南美洲文明喔 經濟算是數一數二好的 那我心中第一名是瑪雅 第二名是阿茲喔 那阿茲的話是強在這個前期喔 還有跟後期喔 都是一個蠻平均的一個狀態 那瑪雅的話是前期感覺會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這個肉量可以吃比較久 後期的話雖然黃金跟石頭會比較多一點喔 但是後期很容易阿茲這個攜帶量加三的關係喔 導致木頭跟肉感覺上會是比這個瑪雅更多一點點的 所以我個人阿茲應該算是最好 再來就是瑪雅吧 如果是縱觀來講 不看前後期的話應該是阿茲最好 那阿茲特克人也是那美洲文明面喔 算是老鷹攻擊力最高的文明喔 攻擊力最高可以到9加8喔 那傷害是非常高的 那我都把他稱為8加9老鷹 因為他這個龍貫戰爭喔 可以讓步兵攻擊力加4 所以他的劍兵勇士喔 傷害也是超級高的 面表來說的話 阿茲特克的劍兵勇士喔 可能並沒有那麼強 那但是他的老鷹喔 就值得一看喔 攻擊力非常高 那除此之外 雖然他沒有擊兵喔 但是有長槍兵 長槍兵一樣可以升級喔 而且攻擊力也是可以吃到龍貫戰爭喔 所以垃圾兵來講 這個長槍兵的面表來說 是阿茲特克是最高的 那除此之外 他的修道院的生率喔 每點科技喔 都會增加5滴的血量 阿茲特克的生率後期的血量 可以高達95滴血喔 坦度10左 招翔的能力100分 阿茲特克後期都是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老鷹 配上僧侶 還有弓兵的一個路線喔 那到了後期沒有黃劍的時候 還可以打這個死矛器 戰矛兵喔 攻擊力加1 射程以加1喔 基本上跟這個越南的帝王戰矛 沒什麼兩樣喔 這個傷害力非常十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的威秘 那巴蛋提人呢 在這次改版喔 沒有太大的一個改動 那只有給他這個軟甲科技 但是其實阿茲 不是阿茲喔 拜登庭打步兵是非常弱的 除了級兵以外喔 因為級兵本身有這個 額外傷害喔 打騎兵來說就差不多 那因為他的步兵比較弱 原因是因為沒有三級攻的關係喔 導致他在步兵對打的情況下 很容易打輸對手 那出騎射的情況也是喔 帝王世代的時候是很容易輸對手 而且他的騎兵呢 有尷尬的地方是也沒有品種 所以他騎兵也很容易打輸 步兵也是喔 所以巴蛋提人這個文明相當尷尬 但好消息是他有強奴兵喔 跟這個拇指環 所以到地後 巴蛋提大多數打的是垃圾兵戰術喔 戰毛配強奴 加長槍兵 然後再配些肉馬 算是比較符合巴蛋提的打法 那我覺得巴蛋提人喔 在這種複合圖來說是比較強勢一點喔 因為他火戰船有這個攻速加成 但是在阿拉伯的話沒有海喔 他的這個能力就會比較弱一點喔 因為他的銀罐呢 是可以增加火戰船射程喔 還有火炮塔的這個擴散傷害加5喔 所以這個巴蛋提人喔 算是比較偏向於海圖比較優勢一點 那到了這個阿拉伯的話 只能看他金罐能不能發揮出比較好的效果 那他的金罐的話是後勤科技喔 後勤科技的話可以讓他的寶兵 巴蛋提聖騎兵喔 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感覺喔 應該算是說讓他有踐踏效果啦 這個踐踏效果就像撲懶的大落馬一樣喔 點下金罐以後 就會有這個擴散傷害這種感覺 但是這個科技很貴喔 需要800肉跟600黃金喔 所以巴蛋提人喔 其實是需要更多黃金 去支持他後期的 這個最後的秘密武器這種感覺 所以要狗到後期是蠻困難的 那巴蛋提的話 前期可以做打垃圾兵喔 去跟對手交換 但是巴蛋提如果打垃圾兵的話 通常是打並對手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垃圾兵是比較被動一點的這個單位喔 並沒有這個動權喔 就即使你去騷擾也沒法大規模的喔 去讓敵人受傷 或是給對手壓力喔 那巴蛋提這邊對上南美洲文明會有一個弱點喔 就是因為阿茲沒有馬的關係喔 那巴蛋提人的話他的優勢就是 城堡時代可以出駱駝 然後去針對對方的馬舊單位喔 那為什麼是可以出駱駝 原因是因為他除了垃圾兵之外 駱駝有這個25盒是很減免喔 那個減免的費用非常多 所以巴蛋提城堡時代大多是打一個 攻兵加上駱駝的開局方式喔 去壓制對手的 那由於對方沒有馬舊單位的關係喔 巴蛋提人一定要被迫出騎兵喔 甚至要出到這個 駱駝的喔 之類的 但如果真的要駱駝的硬區跟老鷹打的話 我覺得打久還是會蠻虧的 畢竟駱駝的基本傷害兵不高 好阿茲這邊直接打一個棒棒開局 那阿茲前期棒棒開局只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他均勻的生產效率比較快一點 所以三棒棒出場的時間會比他文明更快一點點喔 那這邊是有打算要升裝甲步兵的樣子喔 其實遠都已經準備好了 直接馬上點下 裝甲步兵升級 TC可能會delay嗎 喔不會 還可以點下一級木 穩定 因為剛若沒有放而已 好裝甲步兵點下一級伐木 加上自己村民繼續生產 當然這邊是想要等裝甲步兵升級好再過去喔 這個就是均勻的工作效率太好 觸發時間點太OK 讓對方還是被偵察到了 哇尷尬 這邊看到三棒棒在那邊繞 那吃頭直接去前方 看一下哪裡資源點比較好打 結果這邊是選擇了 直接打其他地方 欸這個沒有看到果子嗎 應該是有看到吧 我來看一下他的視野 確定有沒有看到 看起來是有看到 他只是不想打果子去嗎 這個有點微妙 如果輸的話我就硬打了 沒關係 人家高手的思想 跟我就是不一樣 好這邊吃頭直接收掉對方 贏吃頭 為什麼贏吃頭要這樣跟他打呢 只是因為吃頭跑不贏馬舊單位的關係 而且攻擊也會輸對方 所以這裡直接硬打 並不是他故意享受 只是被對方吃頭抓到了 還是要硬打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血量可能被白嫖掉 很虧的 好這邊直接刺頭上前硬尻 三隻裝甲步兵直接上高地 要來硬打了嗎 那三隻攻兵直接過來 點一下 射一下射一下 好裡面毛兵放了很多隻 按了三隻囉 這裡按三隻氣勢量有點多 這個看來是鐵了心 要用毛兵去做針對了 半蛋體這樣打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阿茲這邊三隻裝甲 並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最後已經被壓制住了 如果阿茲這邊要再繼續 Counter對方攻兵的話 老鷹可能按個幾隻會比較好 當然只靠毛兵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會比較 相對來說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對方可能會直接 繼續爆攻兵 垃圾兵出來跟你打 那對方垃圾兵又有解面 情況下阿茲只單純打垃圾兵 會打月虧 所以還是按幾隻老鷹出來 去壓制對手的攻兵 或是毛兵會比較好 所以這邊補了一隻刺猴 阿茲這邊補下了一擊射 但半蛋體這邊補了一擊射之外 還點下了一警法 這個非常坦 毛兵的防護率直接升好升滿 那阿茲來說的話 他也是可以打強奴的 這個文明 但是阿茲特克的強奴 是沒有母子環 稍微會弱了一點點 所以後期半蛋體打強奴開的話 是可以壓制阿茲的強奴 但是阿茲又有戰毛兵 這個直毛器可以用 所以半蛋體後期 他的殺手劍 基本上是被阿茲給封印住的 那如果對方轉又轉老鷹的話 半蛋體只能打自己的寶兵 半蛋體升起兵了 才可以有效克制對手的老鷹 好 這邊半蛋體直接要拿下一村了吧 哇 這裡剩一滴血走掉阿 非常極限 我們來看一下殺敵術 好 兩邊村民都沒有死 那這邊老鷹配上裝甲步兵 一直前壓 這邊可以稍微微一下 讓對手沒辦法好好的走過來 這邊要被吃到幾發的 箭矢傷害了嗎 OK 裝甲步兵繼續往前推 這邊可以再按一隻刺頭 會比較好 會解的比較輕鬆一點 那其實不按也可以 是我的話我會想按 好 弓兵加毛兵 直接打到後方金礦區 好 刺頭出來還是按了 OK 繼續補刺頭 這邊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感覺這邊就結束了 弓箭時代應該就這樣子了 好 第一波前壓結束 我們就來看城堡時代兩邊的表現了 阿智這邊還是點下了異防 這個點異防實際有點微妙 這個時候才點不如剛剛早點點 就像巴仁提這樣子 早點就好 當然他覺得也有可能 對方的工兵太多 不太可能這時候上城堡時代 所以他覺得先點異防比較安全 避免對方又打個一波壓制過來 可能會損失慘重 然後沒點異防很容易打不贏對手 也有可能 好 發展題這邊是決定要直接上城堡時代 這邊有蓋世紀買賣嗎 沒有 所以這邊只能等黃金慢慢挖上去 才可以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好 結果是阿智這邊先點城堡時代 這邊靠著買賣一波 直接點到城堡 但是自己的資源也是耗費掉了所有 因為你只要經過買賣 就會讓你的經濟變差一點 但是可以調整經濟 讓你時代不輸人 那反而是慢慢挖上去殘寶時代的巴仁提 反而資源是有優勢的領先 結果搞得好像非常落後阿 落後快要一分鐘的感覺 好 這邊毛兵直接互打 好 互打結果感覺有點異防還是有差 還是蠻能抗對方箭矢傷害的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垃圾兵的話 打對方的村民 就是沒什麼殺傷力 垃圾兵就是這麼尷尬 雖然也是能打村民 但是就是偏養 養到一個不行 這邊帶稍微小小的加速好了 看起來班人體也沒有想要出去打架的意思 阿智補下一級農 這邊直接升老鷹 老鷹開的話 算是南美宙文明比較常見的開局方式 有點像是類似於其他的文明 直接騎士 城堡時代 鬆馬就開爆騎士的感覺 但是阿茲爆老鷹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會容易爆的太多 導致自己經濟爆開 因為他軍營的工作效率太快 很容易就按過頭 所以在第一時間 這個老鷹事量會非常非常多 但在這種情況 阿茲遇到辦單廳 對方有點算是半工兵文明 為什麼算是工兵文明 最主要是因為他有強奴的關係 通常這個情況 對方不是馬國 阿茲要優先點下二級防 才是重點 而不是二攻 我們之前影片有講到 老鷹優先點二攻 跟優先點二防的時機點 就在於對方是不是馬國 如果對方是馬國的話 你的老鷹爆的數量通常是會贏對手 你點二攻的話 優勢就會比較大 跟對方的防禦也沒什麼太大關係 主要是這個數量上 你有優勢的時候 點二攻是大於二防的 但是工兵的情況就不一樣 因為工兵的傷害就是 頂端就是這樣子 你先點二防下去的話 可以多扛一些箭矢 還是比較有用一點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這個觀念應該不用講太 太仔細應該 大部分人都聽得懂吧 但還是有那一兩%的人聽不懂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解釋的 比較清楚一點 畢竟我們頻道還是比較面向於大眾的 並不是給那種 玩四帝國玩一陣子的人 在聽的這個頻道 所以 有些可能玩了比較久的玩家 就會覺得 看我寫了攻殺小之類的 因為他們的舊有觀念 沒辦法讓他們矯正 他們的這個新知識 就像這個台灣交通一樣 這個為什麼台灣交通這麼慘 就是因為大人們 很難去接受 新的觀念的交通觀念 所以台灣的交通事故這麼多 也大部分也都是老人造成的 當然我們年輕人也是有 但是更多的是 很多人 是不太遇接受新知的 這是既定事實 但世紀帝國也是 很多世紀帝國已經玩了一陣子了 是沒辦法去接受新觀念的 所以每次一大改版 就會很多人出來爭吵 這改成這樣子啊 這不用玩啊 這太糞了啊 結果 VIPER之類的玩家 一出來玩就 哇這跟鬼一樣啊 好強好強 然後又說 哇靠阿茲 圍巾改成這樣子 不就無敵了 不會太弱了啊 直接變成S級文明了吧 結果阿茲 還是有點下水灶的感覺 不是阿茲啦圍巾 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 大家的一些言論 我覺得有點講太篤定了 好當然我也會啦 那我就覺得這種東西大家就聽聽就好 不要太過於論責 例如口誤的事情也是 大家就放輕鬆看影片 看影片放輕鬆來講還是比較重要的 不要把這個遊戲 當成什麼教科書等級的東西 來看待 畢竟這只是個遊戲 當然阿 我還是會盡量的 用比較專業的角度去講解 大家有講錯地方 就多多包涵 再給我指針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老鷹抱 直接飛過來門面 這邊是優先點下二房 OK F1 R1 他的觀念還是比較OK的 正常觀念 後面還要補一些老鷹 班安提聖奇兵 我們剛剛有說 如果對方出老鷹的話 他就只能出班安提聖奇兵 來Counter對手的老鷹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班安提聖奇兵打波兵 有額外傷害 額外傷害是非常高的 我記得到了十幾攻吧 這個精準的數字 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沒事一說 可能會有一些差距 因為有人要出來說 你這個講的不專業 亂講 什麼的 主要是因為這個 數字 常常在改動 我有些 我有些記的都是 可能改版前資訊 他其實改版正式後實狀 也不是改版前說的那個資訊 像這次中國改版也是 他不是說 中國改版 變成二村嗎 結果還是三村啊 實際上沒有改過去啊 太多了 世界帝國常常這樣子 就是 本來說要改 結果到後來實狀的時候 我沒改 哎呀 結果我就記成改版的資訊 然後又要被人家噴個一波 主播又在亂講了 什麼 啊幹 其實我播這個 也不知道有點心很累啊 明明已經很努力在記了 結果最後還是記到錯了 當然這也不是 官方的問題啊 只能說 我沒有再去做 最後能確認 好這邊老鷹直接 飛進去 打個一波 城堡後面射 但這個 半安提三騎兵 也是不能往前 後面生女有夠多 六隻 這邊只要被招個六隻 就是半安提三騎兵 基本上就要打GG了 這邊直接會被逆轉 這邊直接會被逆轉 側面的傷害 是沒辦法扛住 這些老鷹的數量的 好 那阿茲特克這邊還轉出一些長槍兵 想要直接硬都 進去的感覺 他可能覺得老鷹 數量 是有可能會打輸的 那我覺得有點 太過於保守了 半安提三騎兵 雖然 數量多 是很難解沒有錯 但自己的老頭數量也是夠多的 老鷹繼續數量拼起來 感覺還是比較有壓力一點 這裡用一隻騎兵去探查一下 好 那半安提 剩騎兵這個單位 基本上平常不會出 原因是因為 他跟騎兵互打 很容易打輸 跟騎兵一樣是10攻 但是他只有9攻 而且半安提剩騎兵沒有品種 很容易會打輸對手 對方通常都是120滴血的品種騎士 但半安提剩騎兵 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在前期的一個表現 並不是很好 但只有對付像哥德爾 或是阿茲 這種步兵文明的時候 這個 就比較亮眼一點點 這邊想要壓這個寶 想要來把這個前方的 自己的附金 給奪回來 這個不算野金 算附金 直接被逼了回去 但是後方阿茲的生率還是很多 這邊可能還是會被招翔 因為會被招翔可能性 所以直接被拉走 這裡不能直接硬打 就變成半安提剩騎兵 這邊輸出空間 時間蠻短的 最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垃圾兵 去抵擋對手 出弓兵的話 其實效益也不太大 因為一隻奴便是2加7 5加2 7攻 老鷹的防御是5防 所以射一下這兩滴血 如果沒有直接把老鷹射死的話 很容易又被這些聖旅團 血量又拉了回來 所以出弓兵 雖然只有多毛兵一點傷害 這個數量多起來的話 還是有機會 雖然半安提這邊 可以直接先點帝王 雖然帝王是帶來半安提 也是比較便宜的 我借的便宜大概30%以上 非常多 很省啊 好像散3%吧 很意外的話 好 阿茲特克 這邊是選擇了長槍兵的升級 要來轉一些垃圾兵來打 因為自己的黃金好像擁有太多 待會這邊 吃到地龍時代 黃金可能會一大波消耗掉 要點3攻3防 還有這個精銳老鷹 好這邊直接造了一隻弓兵 直接射掉 點下了跟蹤技術 班蘭廷這邊也是安定的開農 但是農的程度 並沒有阿茲這麼農的感覺 阿茲現在的感覺是 比較偏向於 常軍式的打法 但是農的程度一定是比 班蘭廷還要農 因為他本身就有這個 加3的攜帶量 所以經濟來說 一定是比班蘭廷來說還好一點的 雖然表面上 班蘭廷是 贏過阿茲的 但其實我覺得並沒有贏太多 那這邊金黃出去挖的話 那經濟可能就會開始好一點點了 好左邊這邊 班蘭廷破出去的經濟也算是不錯的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上去直接捅了一波 這邊要來前線壓寶 要來控對方的附近 先升到帝王時代 是阿茲 阿茲這邊升帝王應該會先點3防 300肉加上200黃金 但下方被班蘭廷聖騎兵 直接弄個一波 OK 本來點下的板甲技術 防禦優先點 不好意思喔 這個是300肉150黃金 講錯了講錯了 英勇士直接補下 本來還是要先點金瑞老鷹 那金瑞老鷹的話是800肉500黃金 其實也是蠻貴的 但阿茲這邊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隨便點 那待會的攻擊力還是會繼續補 還補二攻 這時候阿茲 數量這麼多血量 補攻擊力 真是會蠻有感的 二攻過來馬上補下去 斷招技術 那待會還要再存一點資源 缺點這個龍冠戰爭 直接把這個老鷹變成八加九老鷹 會比較好 好 那班蘭廷聖騎兵 優先點下的是強奴的升級 那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打老鷹 用強奴的話 其實效果並沒有那麼的好 雖然自己有母子環跟化學 但是遇到這個八房的老鷹 射下還是兩滴血 可憐阿 因為奴兵到的地龍時代是10個 6加4 加化學生的話是6加4 射老鷹還是兩滴 城堡時代也是兩滴 怎麼打都是兩滴 但勾兵的優勢就是射程優勢而已 這邊想要去偷點老頭嗎 還是這邊只是被吸引過去而已 看來是被吸引而已 好 兩邊都是一個正面交戰 都沒有在想要偷對方經濟打分隊 好 正面的巴安提三騎兵直接點了二防 三防可能要趕快補 好 三攻點下 強力於護腕 好 均一頭司機直接開閘 但是沒關係 巴安提的建築物的血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TC的血量也算是厚了一點 三千多滴慢慢砸 稍微秀一下也是可以秀的回來 但正面這麼多長長兵加上陰勇士其實不太好打 但是還好對方還沒有升級龍貫戰爭 三級攻也沒有點下 正面硬打的話 我覺得巴安提感覺還是有點有機會 後面的森女想要第一時間解決掉 強奴一直往前走 強奴一直往前走 原因是要先把這件森女解掉 才可以讓自己的巴安提聖騎兵有輸入空間 那這邊巴安提人的一個細節打得非常不錯 基本上森女都直接被硬拷拷爛了 那巴安提聖騎兵這邊打出巨大的優勢 直接把長長兵跟英勇士全部解決掉 但是自己的長長兵也是被解決光了 哎呀 那對方森女的是水獅慘重 你們看這個森女的血量有60滴血 真的跟鬼一樣 好 巴安提聖騎兵這邊直接升級了二攻 但是打這邊長長兵的傷害是非常的高 雖然被長長兵戳還是很痛 但至少還是康克對方的單位了 直接硬拆巨頭 巨頭拆掉沒有問題 再來拆一台可以嗎 三台全收掉 哎還有一台在下面喔 原四台 好 那剩下少量的巴安提聖騎兵直接回家 這邊支援量可能會不夠點精銳 雖然也不太會點精銳了吧 巴安提聖騎兵點精銳有點貴 這裡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個城堡 可不可以手作 那精銳巴安提聖騎兵是1200肉 800黃金 太貴了吧 基本上可以升帝王十代啦 兄弟 這就是為什麼巴安提聖騎兵 這麼難出關喔 你除了點完精銳之後 還要再點這個金罐 金罐也要800肉600金 基本上是 快要是一個帝王十代的資源了 所以這個升到後期的巴安提聖騎兵 為什麼要這麼多黃金 就是這個原因 你生產也需要黃金 生他科技也要大量黃金 投資的成本實在太高了 雖然打步兵真的強 打步兵最強的騎兵單位 就是巴安提聖騎兵了 沒有之外 就是他是 No.1 這邊前線直接壓寶 這塊金想要努力捉回來 只要有黃金的話 巴安提還是有聚會的 這邊上高地射 老鷹就會有傷害囉 很痛很痛 有感了有感了 阿茲這邊稍微轉一下 彈道學跟自己的 三級弓 終於補下了 直接補強弩 但是老鷹還沒底下龍冠站著 傷害還是9加4 不是9加8 好像拇指環 設施又再變得快了一點 我覺得巴安提這個打法非常不錯 強無配搬難停聖騎兵 但黃金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這裡拉了非常多村民來修 大約有22吋的村民 正在修理 對上高地的三巨頭 然後這裡什麼也是高地 應該是可以極限修的回來 有可能是55開修 不一定 這邊直接要來射掉軍銀了嗎 感覺有機會 這血量掉完快 這個軍銀不是重點 趕快看一下 阿茲這邊要幫我補下2技能 只有一技能 有點傷 知道要點手推車 但是忘記點二技能 這邊直接用少量的老鷹 抓掉了挖金礦村民 那這邊金礦也剩下100黃金而已 也不太需要去反擊或防守 送給他100金 好 好 白蘭廷聖騎兵 自己在中間的位置 去給對手壓力 只要能守住中間這塊黃金 白蘭廷就還有希望 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看到對方有出強弩 這意味著 垃圾大戰準備出現 去射一下老一 射一下射一下 有拇指環真的很快 真的覺得圍巾人 真的要給他個拇指環 不然他真的沒有生存空間 拇指環配大衝車 這就是我以前最喜歡的玩 圍巾戰術 再配上少量的圍巾狂戰士 漂亮 怎麼打怎麼爽 再更狠一點暴露 再轉清騎兵 圍巾就是這樣玩最舒服 但自從沒有拇指環之後 整個人都不舒服 怕我都不想要開圍巾來玩 好 拇指環直接 喔唷 點射掉了火炮 這個阿茲的強弩打得漂亮 因為阿茲是沒有火炮的 好 這邊白蘭廷資源可能要調節一下 可能要轉點 農田村民喔 出來反擊一下比較好 這個木頭需求量 現在不是重點 現在怎麼 欸不趕快挖 多拉幾村出來挖金礦 怎麼能不能再挖 是我就想要硬挖了 雖然在戰火前面喔 但損失這幾隻村民喔 去挖更多皇帝出來 我覺得是蠻賺的 好直接往後拉 往後拉就可以身邊交戰 但是這邊 班農廷聖騎兵被招了有點多隻 三隻四隻 四隻聖騎兵直接被招走 槍主上前硬點 只點了兩到三隻的老頭 後方的槍主也再繼續輸出 班農廷聖騎兵還在反打 打老硬的傷害還是太高 只要四下 還是三下 應該是四下 四下就可以打死一隻老硬 非常快速 好回頭打一下 一二三四 對沒錯 打一隻老硬只要四刀 都可以砍死了 非常高速 那由於沒有黃劍的關係 班農廷被迫轉出了戰毛 但戰毛兵也是非常省的 這個折扣 是有25%折扣 長長兵也是喔 那現在打長長兵一定會輸喔 所以現在只能全部轉毛兵 配這個班農廷聖騎兵 但是這邊要繼續買賣的話 支援可能會見底 巨型偷司機 強要繼續輸出 但是可能需要撤退了 因為班農廷聖騎兵的數量不夠多 長長兵加上智商的傷害 有點被屌虐 完了 要爆開了 看起來阿茲還是蠻強大的 這個經濟能力 還有40個人在挖黃金 這個野金控的蠻徹底的 好 這波大戰後 看起來班農廷還是有機會的 這個還可以再挖一下黃金 趕快挖趕快挖 這裡還有大約 8432 3200黃金還可以繼續挖 好這根城堡起來 確實可以再挖一陣子 左邊的話這裡也礦都沒有了 那三旅的部分是哪幾個生物呢 一個生物而已嗎 一個生物而已嗎 難道半戰艇這裡是4生物 不對阿黃金沒有在跳耶 怪怪的 這裡補一個 修道院 好 尾宇沒有黃金的關係 被迫出了幾隻新奇兵喔 但是現在要點大落馬 有點不太可能 因為大落馬要投資的黃金也是非常多的 需要600黃金阿 好 老鷹直接無視城堡 上前硬尻 好 還是戳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還有肉馬 欸這是點下8加9了嗎 還沒有欸 哇這個龍罐戰爭一直不點 還是9加4的傷害 好 老鷹直接上來硬戳 就硬戳機直接戳爛 後面的火炮能逃掉嗎 感覺是有機會 但正面更多的老鷹補了過來 喬姆也直接走進了城堡的射程範圍 想來直接把這個城堡給拿下 但城堡依舊在輸出 對面兩台均勻投資機 可以砸掉這座城堡嗎 這座城堡的血量有6700滴血 那修裡的村民數大概有11村 也有可能會修不太回來 因為正面的老鷹已經開始在打村民了 後方的班底善起兵也是勉強擠出來 靠了買賣一波 那這邊看起來有點極限守住 但也不確定下一步能不能再繼續守 當然阿茲的黃金也是見底了 這邊兩邊打得非常膠著 但是還是有少量的聖騎兵走了出來 那我覺得這邊要趕快去把自己的黃金再繼續爆哇 趕快多按幾隻村民喔 集結點把這個TC集結點射到這個黃金礦 趕快按村民喔 比較重要 哇靠 發展廷這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點輪走 點手推車技術 哇 尷尬了 哇靠我怎麼這麼窮 對面怎麼這麼有錢 他可能意識到對方可以包這麼多兵 這個差距喔 一定就是經濟科技喔 才補下手推車 這邊看起來是沒救 黃金這時候再挖可能來不及 對方強奴 加上老鷹直接前壓城堡也爆開 好 打出了聖騎 哇 果然喔 這個巴南庭聖騎兵最後還是沒有狗住喔 黃金依舊飛到對方面前喔 戳爆這些戰毛兵 戰毛兵就算打到後期 也打不太贏阿茲的戰毛 阿茲的戰毛還有直毛器喔 對方戰毛只有減免效果 實質上這個素質喔 裝備是比不上阿茲特克的 巴南庭為什麼在路途非常的難打 就是這個原因喔 並不是非常強的一個文明 只能這樣講 好 來看經濟阿 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由阿茲拿下全面的勝利喔 全部資源都屌虐 喔 居然是4生物喔 那順帶一條阿茲的生物 還有這個33%的加成喔 基本上拿到3個生物 等於4個生物喔 所以這邊喔 是大約快要拿到5個生物的感覺 基本上可以直接說 說是5個生物也沒什麼問題吧 好 好 那看起來這個阿茲特克的黃金量 真的蠻誇張 這個野金挖的比巴安庭還要多 當然有一部分喔 是巴安庭的附近喔 自己也沒挖完喔 不然大概也會輸個大概3-4千黃金而已喔 那食物跟木頭也是因為阿茲 早晚就點一下輪軸技術的關係喔 還有這個手推測喔 那巴安庭則是沒有點喔 所以導致這個經濟量還是輸到蠻多的喔 那這個還是有點差距喔 大概47分跟57分 差的是10分鐘喔 這個差距也是蠻大的 不過最扯的是在2級目喔 到了我4分鐘才點 還有2級喔 真的是很窮阿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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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